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黄称子 喂 你好 我是奥商议 头条一起来关注到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术爵亭三号宣布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 将于11月4号在上海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 我们也会带您随时跟进报道 另一方面要跟进的是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习近平欢迎夏巴兹来华访问 他指出 近年来两国在世界变局乱局中 相互支持 砥砺前行 彰显中巴铁杆情意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 始终将巴基斯坦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愿同巴方提升前方位战略合作水平 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很高兴啊 也是时隔一个多月吧 再次会面 我们上一次在萨摩尔汉也谈得很好 这次访问是你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访华 相信将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入新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 中方赞赏八方 坚定推进对华友好合作 感谢八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支持中方 将坚定支持八方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发展利益 民族尊严 将专家提供紧急援助 帮助巴基斯坦灾后重建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 习近平指出 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 为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 中方愿同八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双方要用好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合作委员会机制 以更高效率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将其打造成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示范性工程 要加快推进瓜达尔港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港口对地区联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双方要共同努力为早日实施一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项目 和卡拉奇环城铁路项目创造条件 中方欢迎巴基斯坦扩大优质农产品对华出口 愿同八方拓展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 光伏等新能源合作 扎实推进农业 科技 民生等领域合作 中方支持中国工业强省 同八方结对子推进产业合作 希望八方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习近平高度牵挂在巴中国人的安全问题 希望八方为赴巴基斯坦开展合作的中国机构和人员 提供可靠安全环境 习近平指出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世界 双方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保持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高水平合作 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密切配合 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和正能量 中方愿同八方一道 推动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夏巴兹表示 过去十年来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堪称时代奇迹的伟大发展成就 并在国际上坚持多边主义 推动团结和合作 充分展现出负责任大国风范 世界离不开中国 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孤立遏制中国发展 夏巴兹表示 深化八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使八外交政策基石和社会各界共识 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为八方抗击新冠疫情提供宝贵帮助 并在巴遭受特大洪灾后提供慷慨援助 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真心诚意 帮助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 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 涉藏 涉港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成功治国理政经验 坚持自力更生 同时深化同中国各领域合作 从而更好实现自身发展 这是巴未来前进方向和唯一选择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对巴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方愿同中方一道 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八方将进一步强化安保措施 全力保护在巴中国机构和人员的安全 八方全力支持习近平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沟通协作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八中友谊坚不可摧 八方将永远同中国坚定站在一起 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夏巴兹举行了欢迎宴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即将在4号正式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报章撰文 指在台湾问题上 德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必须在两岸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舒尔茨2号在为一家德国报纸撰写的文章中说 台湾周边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忧 就像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这意味着任何现状的改变 都必须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和平进行 德方的政策旨在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 和平解决冲突 保护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 以及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 他还指出北京曾经并将继续是柏林的重要合作伙伴 距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上次访华 已经有三年时间 而在此期间 欧洲东亚尤其是德中关系 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显著增加 我们刚才听到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本周五就即将率领经济代表团 正式的访问中国 而舒尔茨行前也力排各种阻力 坚持不与中国经贸来脱钩 来关注今天的欧洲观察 德国总理这次访华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欧洲和西方大国的领导人 虽然这次德国总理访华仅仅一天的时间 但还是引起了德国欧洲甚至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 而在这次访问中国的前夕 德国总理舒尔茨接连做出几个反对与中国经贸脱钩的具体动作 首先是舒尔茨不顾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部外交部等六个内阁部门的反对 执意批准了中原海运集团入股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的妥协性方案 再就是舒尔茨还批准把德国爱尔莫斯半导体公司的芯片厂 出售给中国塞威电子集团的瑞典子公司希莱克斯 而直到最后时刻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还试图加以阻止 总理舒尔茨只得以不召开会议讨论此事的迂回方式 最终使得这项收购案自动生效 而就在德国总理即将飞抵中国正式访问的前夕 德国政府和欧盟内部还是继续传出不同的声音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舒尔茨访问中国之前又提醒说 中国是德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伙伴 也是竞争对手并且日益成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不要忘记德国立场和原则应该表达出强硬的姿态 曾经担任过法国经济部长的现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 也就德国总理访华一事表示说 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国是欧盟的竞争对手 欧盟成员国应该采取更加团结的方式 成员国对中国的行为应该更加协调而不是单独行动 这些表态都充分反映出德国和欧盟内部在未来对华政策上的 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又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价值观有所不同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高度警惕和极度担忧 另一方面又迫于欧洲整体经济疲软形势 无法与中国经贸完全脱钩 而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实体的德国总理 此时此刻率领经济代表团访华 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庆祝中德建交50周年走走过场 而是为了挽救德国经济力排众议的一次破冰之旅 再说得高大上一点的话 就是舒尔茨希望重归默克尔时代的理智务实的对华路线 正式和认同中国和欧洲是当今多级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两极 进而向欧洲和世界展示 尽管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方一贯强调的求同存异 合作双赢才应该是世界各国 尤其是大国之间互惠互利 合作双赢的理性思维和正确道路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 好下一节新闻还要等您关注到的是赫尔松战事升温 乌军加强反攻 俄军加紧部署 并且疏散民众 美国民调预测共和党人有超过五成的概率赢得参议院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朝鲜在三号再次向半岛东部海域 先后发射了至少三枚导弹 韩军表示其中一枚极有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试射有可能是以失败告终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 就朝鲜发射导弹应对方案 现在就表示了正在准备各种应对的措施 将是朝鲜的挑衅程度来做出决定 韩方表示 侦测到朝鲜在当地时间早上约7点40分 从平壤树安地区发射一枚远程弹道导弹 由于推进装置和弹头分离 研判朝方极有可能在事隔五个月后 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也将是朝鲜今年以来第七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韩军并指出导弹飞行高度约为1920公里 射程约760公里 据报导弹已高于正常角度发射 这次试射有机会以失败告终 至于另外两枚断程弹道导弹 就在早上8点39分从平安南道驾船时发射 飞行高度约70公里 射程大约330公里 韩方表示 韩军已加强监视与警戒 并在韩美密切协调下保持战备态势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当天表示 不能容忍朝鲜加大威胁力度 为遏制朝鲜挑衅需拥有强有力的防御力量 韩方也将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 讨论具体情况 研讨应对策略 而目前也正在准备各种应对措施 将是朝鲜挑衅程度做出决定 韩国外交部第一官兆贤东 也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通电话 强烈谴责朝鲜挑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朝鲜在周四试射导弹 日本政府一度是发出了全国警报 呼吁部分地区的居民要避难 但之后日本防卫省又发布消息称 导弹并没有飞越日本上空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当天称 朝鲜试射是暴行 日本绝不容忍 朝鲜周四再次试射导弹 日本防卫省探测到导弹可能飞越日本上空 日本政府通过卫星系统发布顺时警报 要求工程县 山形县 新系县三县居民避难 但防卫省之后又发布消息称 导弹在日本海上空消失 并没有飞越日本上空 防卫省称 朝鲜周四发射的数枚弹道导弹中 有一枚是洲际导弹 正在进行进一步分析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周四在首相官邸召开国家安保会议 安田对记者表示 绝不容忍朝鲜的行为 日本已进行严重抗议 这是朝鲜进入今年之后 第三十次发射弹道导弹 朝鲜周三刚刚试射了至少二十三枚导弹 日本称朝鲜发射频率前所未有 高度警惕朝方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朝鲜在近期非常频繁的试射导弹 让日本认为朝鲜对日本构成更加现实 更加紧扣的威胁 这也令日本在年底之前修改国家安保战略 推动日本增强防卫力成为借口 那么朝鲜今年以来 共发射弹道导弹一共是有三十次 而发射巡航导弹有三次 在三号当天发射的导弹 是韩国影席月政府成立以来 朝鲜的第十九次 10月1号 朝鲜自平壤顺安一带 向东部海域试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分析指示针对美日韩举行的反潜演习 4号 朝鲜自北部慈江道武平里 再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 射程达4500多公里 导弹飞越日本北海道和青森县上空 日本政府一度发出警报 要求两地居民避险 6号和9号 朝鲜分别自平壤三十和文川地区 分别向东部海域各试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12号 朝鲜向西部海域成功试射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 金正恩在现场指导发射 两天后的14号 朝鲜又从平壤顺安地区试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28号 自通川郡向东部海域再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当时正值韩国护国军演最后一天 11月2号 朝鲜当日分四轮发射约25枚导弹 其中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落在韩国领海附近 是自朝鲜战争停战约70年以来的首次 朝鲜当天并向东部海域缓冲区 进行100多次炮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 目前还在持续 乌军持续向赫尔松方向反攻 并且称成功摧毁了俄军在赫尔松市的关键防空系统 而俄军在地年伯河东岸加紧部署 准备迎接赫尔松大决战 在南部战线乌军正向着赫尔松持续推进 士兵利用自行榴弹炮 攻击周边地区的俄军阵地 据悉乌军部队利用游击战术进攻 每次发炮攻击后就会迅速转移位置 避开正面对决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委员会代表克兰表示 乌军成功摧毁了俄罗斯部署 在赫尔松市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关键防空系统 他发布了一张据称是防空系统残骸的照片 称相关设备曾被用于袭击尼古拉耶夫 他又指乌军正对赫尔松市以东 横跨地涅伯河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发动攻击 目的是切断俄军对位于地涅伯河西岸部队的补给线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大桥附近河面曾发生多次爆炸 但攻击在俄军严密防卫下未能成功 为准备迎接赫尔松大决战 俄军日前已疏散赫尔松的军民 部分人已抵达克里米亚 俄军目前进一步下令地涅伯河东岸卡霍夫卡的部分居民撤离 并在室内加紧布防 包括设置混凝土壕沟等 而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 俄乌两军继续交火 亲俄部队持续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部重镇巴赫木特推进 不过乌军发布视频称 部队持续坚守阵地 93机械化率更摧毁了多架敌方坦克 网上流传一段据称是俄军使用磷弹攻击巴赫木特的视频 可以看到白磷弹里面的化学物质正在散落在被攻击的城市各处 城市的各处都冒着浓密的白烟 在俄军持续攻击下 巴赫木特是多处一片颓圆拜瓦 居民称当地每天都有频繁的炮击 食水供应和通讯都已经中断 希望撤离到乌克兰西部地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刚才听到了乌战士近日是聚焦赫尔松大决战 而外界将顿巴斯的北线方向称作为这场决战的北战场 就在2号当天的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 我们的记者有来自顿巴斯的现场报道 乌克莱达尔 马林卡 阿富迪耶夫卡等地对敦尼茨克的居民来说 这都是弹虎射变的地名 8年多时间 从这些地区的乌克兰军队的炮阵地 构成了对敦尼茨克市区和周边地区老百姓直接生命的威胁 11月2号 在亚述高地的沃尔诺瓦哈的左翼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陆战旅编队 将乌克兰军队挤出了巴布洛夫卡和新米哈伊洛夫卡定居点 这是进入到乌克莱达尔市的大门 由于俄军对这个区域包围的威胁 乌克兰军队正向乌克莱达尔市拉动自己的预备队 来自俄罗斯远东沙哈领导的俄罗斯68集团军特种部队 正集中力量控制住康斯坦丁洛夫卡之乌克莱达尔的公路一侧 俄罗斯局势专家透露 俄军第29集团军第68集团军和民兵第一军的部队 继续担负着对乌克莱达尔方向的攻击 卡霍夫卡水库就位于这个方向 当然了现在卡霍夫卡水库的这种大坝的态势也是相当的严峻 当天赫尔松地区的卡霍夫卡区实施了强制的撤离 从当天开始 居民从地涅泊河左岸的15公里区域的定居点开始强行疏散 目前已经有7万多的领取俄罗斯护照的当地民众渡过了定涅泊河 在赫尔松的前线 乌克兰司令部继续为整个前线的进攻做好准备 乌克兰武装部队开始对尼古拉伊夫以南接触线沿线的 俄军的阵地进行积极的炮战 同时 俄罗斯部队也正在构筑防线加强防御 俄罗斯军事科学博士康斯坦丁西夫科夫认为 赫尔松决战结果将会有三个选项 第一种情况就是赫尔松被乌军所攻陷 这将直接导致俄罗斯政治生态的恶化 第二种的情况就是赫尔松仍然在莫斯科的攻击之下 这将坚定敦巴斯南线的稳定的决心 最后是俄军将赫尔松作为发动奥德萨和尼古拉伊夫战役的大条板 但是目前俄罗斯军队被动防御是等待着挨打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这是极其被动的态势 凤凰卫视卢宇光 暴载中一万 赫尔松地区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在二号称 俄罗斯外长阿富罗夫向伊朗外长表示 西方媒体已经发起可能会导致海湾地区局势升级的运动 拉夫罗夫在二号同伊朗外长阿卜多拉西洋通话 称西方媒体发起了这一项舆论攻势是有害的 可能会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危险升级 而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指沙特向美国分享了伊朗即将对沙特境内发起攻击的情报 不过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发表声明予以了否认 称报道是毫无根据 并且重申伊朗基于共同尊重并且遵循国际准则的物理友好政策 也要关心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瑞士云印商 在二号就表示了在第一条管道的损坏位置发现了数个爆炸所引起的环形坑 运营商在完成队位于瑞典专属经济区水域事故现场的信息搜集工作之后表示 在现场的海底就发现了数个是由爆炸产生的三到五米深的环形坑 而环形坑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完全被摧毁 管道的碎片散落到区域半径至少有250米 而目前专家还在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评估跟研究 俄罗斯国防部早前指出是英国海军人员炸毁了北溪管道 但遭到了英方的否认称这是虚假指控 好 下一节要带您关注到的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0.75离 并且表示暂停加息为时尚早 民国政府的文件就披露了冬季能源短缺或导致全国停电至少7天 欢迎回来 美国联储局在2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这样大幅度的加息 依稀声明当中表示未来将会考虑到加息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也暗示可能会放慢加息步伐 一度立好了三大美股指数 但是好景不长 因为鲍威尔他就说了 现在谈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 最终利率水平将会高于先前预期 也让指数转跌 道指最终是收报在32147点 跌了505点 美联储在两天货币政策会议后 宣布再次加息7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至4% 这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 也是美联储年内第六次加息 美联储预计持续加息将是适当的 美联储再次重申 强烈承诺让通胀率回落至2%的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 美联储明确意识到高通胀会造成困难 但目前长期通胀预期仍然顽固 不过美联储也首次明确表示 决定未来加息步伐时 会考虑到加息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美联储将考虑货币政策的累积紧缩 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滞后性 以及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将这一表态解读为 美联储暗示可能很快会转向更加谨慎的加息步伐 但鲍威尔也指出 目前谈暂停加息还为时过早 鲍威尔再次强调历史经验 警告美联储不应过早放松政策 鲍威尔认为如果没有价格稳定 劳动力市场将无法保持强劲 但多项指标暗示 美国经济将在第四季度温和增长 鲍威尔记者会后 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 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56.8% 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43.2%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由于港元汇价在联系汇率制度之下和美元挂钩 在美联储宣布加息0.75厘之后 香港金融管理局周四早上也宣布 及时调整基本利率 香港金管局将银行向当局拆借港元资金的隔夜贴线窗利率 从之前的3.5厘上调75个基点到4.25厘 金管局总裁佑伟文指出 如果美国继续加息 相信港元拆息会继续上升 但是跟随的速度和幅度 仍然取决于本地市场的港元资金供求 优伟文也呼吁市民要对银行利率进一步上升 做出准备 并且小心评估和管理风险 据香港的银商环境 由于受到了经济转差 还有疫情反复的双重打击影响 连续两个月处于萎缩区间 但是收缩情况略有改善 标普全球发布的10月份 香港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3 比9月份回升1.3个百分点 但仍然是连续跌2个月处于收缩区域 标普全球的报告指出 在经济转差疫情反复的夹击下 客户需求减弱 但跌幅按月收窄 由于对商品及服务需求转弱 企业连续两个月减产 企业从海外新街订单量也有所萎缩 但跌幅收窄 而为应对减产以及需求回软 私营经济继续减少就业职位 幅度都是2020年12月以来最急 受访业者反映除了裁员之外 减聘人手的另一个原因是有雇员辞职 企业也受到供应商延长 供应时间影响 主要是疫情造成传运延误所致 价格压力在第四季开局也进一步加剧 采购价格与员工成本同时上涨 使整体投入成本的升幅 标志6个月最高 标普全球的分析指出 虽然香港的入境减异政策在10月份有所放宽 但经济转差与疫情反复 继续拖累公司的业绩表现 加上通胀和应付供应链等问题 企业连续第三个月看淡业务前景 不过整体营商信心的倒退幅度 已经比9月轻微收窄 如果疫情进一步回稳 预料香港本地的商务活动可以好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未来可能还要加息 市场也担心美国的加息周期会延长 亚台区股市在今天是普遍偏软 台湾股市下跌了超过1% 加权指数失守了13000点的整数关口 韩国股市也下跌接近0.9% 而日本股市是假期休市 内地互相两市双双所弱 但是跌幅也相对轻微 详细来看到是 互指再度的失守了3000点整数关口 而中午市占报在2924点 而下跌了18点 跌幅来到了0.63% 而半日成交2359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报在10786点 下跌91点 跌幅0.84% 而半日成交来到了3385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是低开了349点 随后一直在低位徘徊 而科技股是大幅的领钱 那我们看到的是说 跌幅领钱的状态是怎么样 大跌了3.6% 而恒指中午是来到了15381点 下跌了446点 跌幅2.82% 而半日成交561亿港元 香港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在3号出席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时表示 全球经济的展望和投资环境 都面临挑战 由于三年的疫情 和环球政治的紧张局势 供应链也受到破坏 但是香港有机智应对任何动荡的情况 我们的经济是高兴 到财政与财政业 浪财政业 温暖在外面 是困难的影响 在香港 在市场上 我们怎么办 财政业财政业 带来 创业 陈茂波也表示 特区政府已经建立系统跨市场监察风险 并且每天关注导致市场波动的因素 并密切留意市场的沽空规模 集中度风险以及衍生品市场等 另外港交所主席史美伦表示 世界目前更加注重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 但是区域化不能靠单边主义实践 过程也需要联系 特别当前的环境当中 不同的地方更加需要互相联系 而中国证监会早前已经进一步扩展互联互通机制 进一步显示了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那么从今天开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因为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的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同一个时间点多项的大型活动也将接连在香港举行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 他提到特区政府会在疫情可控的情况之下 为经济还有民生活动创造最大空间 要助香港尽快地与世界接轨 香港新冠疫情放缓 特区政府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 包括解除14营业时间限制 重开政府辖下烧烤场地等 社会逐渐恢复动力与活力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 接受本泰独家专访时表示 特区政府一路稳扎稳打 以精准抗疫为原则 似乎疫情发展调整防疫措施 如果疫情能够继续放缓 当然我们的空间去调整 这些社会的距离措施就会更加多 我们可能那个速度会加快 我们一路路线很清晰 我们希望提升经济民生的动力 但是同一时间没有大幅影响到 我们医疗系统和重整死亡的数字 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多项大型活动接连在香港举办 包括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香港国际七议员橄楼赛等 卢宠茂表示 自从实施抵港人士零加三安排后 入境人数在短短三个月内翻了三倍 香港已经想全面赴场迈出一大步 其实现在的旅客来到香港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定点的检疫措施 他是可以离开机场去做很多的活动 包括他们工作 上学 或者去一些比如好像公园 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的了 所谓的三那里 只是对他们去一些高丰富的地方 一些限制的 我们会适时去再检讨这个了 我们有一个路线图 但是如果你说要用一个时间表 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定一个时间不是很合适 龙首茂指出 香港是联系国家与世界的桥梁 联通内地和海外同样重要 特区政府正在积极与内地商讨 循序渐进恢复跨境往来 例如那个深圳过关的疫站的数目 我们都一路跟深圳市政府 有好的一个联系 他们在疫情控制好之后 是考虑到这个香港市民的需要 是会加大那个数额的 也都我们谈着那个前置检疫 以前很多人叫它做疫格理 那里继续是商议着的 因为那都牵涉到有个硬件的需求 我们现在先考虑在河套的那个方舱的设施 第二也都有很多软件的要求 我们要达到国家的疫情防控的第九版的要求 那个闭环管理要做得是真的好彻底的 为了确保疫情不会倒灌内地 卢丑茂强调 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海外的疫情变化趋势 以及变异病毒株的最新情况 除此之外 也会防止新型传染病经香港流入内地 守好国家的南大门 新冠疫情肆虐将近三年 部分市民似乎出现抗疫疲态 卢丑茂将抗击疫情比作马拉松 他形容冲刺终点止于可待 但再累也不能逃平 卢丑茂再次提醒市民 绝不能轻视新冠疫情 新冠绝非流感 其病毒变异快 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都更强 他呼吁市民在冬季流感高峰期来临前 完成接种政府建议的新冠疫苗剂量 以及流感疫苗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香港的社交距离措施 今天企业再度放宽了 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香港中环兰桂坊现场的记者 王金璐来了解一下 金璐您好 这一次社交距离放宽措施的 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好的主播 那随着疫情的放缓呢 香港的这个社交距离措施啊 也是逐步放宽 像是除了香港政府辖下的一些烧烤场地呢 将会逐步开放以外 像香港的餐厅以及酒吧呢 就是堂食时间将不再受到限制 从今晚开始 那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从今晚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来到酒吧呢 就可以通宵畅饮到天宁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香港的兰桂坊啊 虽然是这些通宵营业的酒吧 暂时还没有开业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酒吧 已经在积极准备了 像我们身后呢 就有工作人员目前正在啊 紧张的这个悬挂一个横幅 这个呢 也就是接下来到来的这个 香港国际屈原篮球赛的一个横幅 那这些工作人员呢 也是希望通过悬挂这样的横幅 能吸引到更多的顾客 来到兰桂坊啊 同朋友一起 这样喝酒看球赛 可谓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而对于这次酒吧业的 这样一个恢复呢 我们刚刚也是采访到了 香港兰桂坊的主席 盛志文先生 那盛志文就表示呢 说这次这样的复苏啊 是时隔两年多来一次 十分振奋人心的复苏 他也相信呢 说随着这样的一个 社交距离措施的放宽 酒吧业绩呢 一定会渐渐好起来 像是这个客流量和营业额 都将有一定的提升这样子 那么我们刚刚对一些市民啊 也进行了随机接采 问一下说他们今晚是否有准备 和朋友一起来到酒吧呢 他们也表示说啊 有一些部分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但是另外一些呢 则是认为说 今天的天气原因 可能不是这么的理想 不过之后呢 会邀请朋友一起过来 庆祝圣诞节等等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相关消息 下面起码时间 交换给主播 好的 谢谢金路对我们了解 下集回来还有两岸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在3号上午9点32分 顺利按计划完成转位 今天下午神舟十三 航天员程组将会进入梦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转位完成 这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梯字基本构型 载轨组装完成 太空之家建造任务即将完成 太空实验室完全投入运转 指日可待 转位期间 梦天实验舱先完成相关状态设置 再与空间站组合体分离 之后采用平面转位方式 经过约一个小时完成转位 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侧向端口再次对接 三号下午神舟十四号航天员程组将进入梦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三个舱段 也是第二个科学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的转位完成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梯字基本构型 载轨组装完成 向建成空间站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按计划 后续将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基本功能测试和评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二十六号将会举行县市场改选 声望高的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鸿安 近日遭到质疑聘用男友当助理 诈领公家费用 而且有不当的男女关系 对此高鸿安就扬言要对不实的言论提告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力挺子弟兵 批评民进党用行政力介入选举 台湾地方选举逼近在新竹市长选战 民到最高的民众党候选人高鸿安近日屡报争议 遭国民党对手林根人爆料 并用男友当自己的立委助理 以示诈领公家费用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立法委员不能找亲友当助理 但若找人头诈领助理费 就明显违法涉嫌贪污 此外媒体进一步报道 高鸿安疑似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对于这些指涉 高鸿安要用司法自证清白 今天所有讲的这些什么 跟前助理在已婚的关系中的交往 我想这都是完全子虚乌有的事 所以我已经委任律师 会对于这些媒体的报道 来进行相关的提告 民进党就明目张胆 直接使用公家的机关 不管是就直接部长 或者是或者是说支撤废 我倒觉得这个实在是选风败坏 这打得太过分了 这个打到最后真的会激起 这个反正老百姓的反感 身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出面替子弟兵护航 怒批选战不该攻击到司领域 呼吁各方候选人端正选风 回归政策攻防 凤凰卫视彭士廷林博军台北报道 柯总拜登在日后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夕就表示 美国的民主制度岌岌可危 除非全体的选民 审慎地投出 手中神圣一票 这一年 我希望你会成为 我们的未来的国家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和如何你选择 我希望你会问一简单 的选择选择选择 你可能选择 会那些人接受 的美国人的民族 的民族的民族 在他或她的民族 会那些人接受 的选择选择选择 的答案是重要的 在我的认为 它应该是选择 在这些问题 是我们的国家 和国家的族 和国家的族 都为了我们的秘密 拜登也指出了一些 竞选美国各个级别 职务的候选人 无论是州长 总检察长 或者是州务卿 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 这将会导致混乱 并且说这是前所未有的 不合法的 也是不符合 美国作风的行为 之前前总统特朗普 曾经试图要推翻 2020年的大选 选举结果 而拜登号召选民 不要投票给 不承认选举结果的 候选人 拜登在演讲当中 也表示 那些对选民实施 恐吓和实施 政治暴力的声音 尽管只占了少数 也应该被消灭 并且强调 这是国会山事件 之后的首次选举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2号的最新民调预测显示 共和党人有超过五成的几率赢得参议院 美联社资深编辑则表示 由于每个州有各自的投票规则和法律程序 选举结果可能会在几天或几周之内才出炉 据五党派选举预测机构538 截至2号的预测模型显示 更倾向于共和党人 在下周的中期选举中控制参议院 这是自7月25号以来 共和党首次以53% 领先于民主党的47% 数据显示 民主党在参议院赢得多数席位的几率 在今年的9月中旬 达到了71%的峰值 当时因为高院多胎裁决和汽油价格下跌 但这之后其优势逐渐下降 自10月中旬以来 由于通胀报告高于预期 以及主要民主党候选人的犯罪政策受到攻击 共和党的支持率稳步上升 另一方面受国会骚乱事件 选票诈欺的争议影响 加上50个州有各自的投票规则和法律程序 包括投票站何时关闭 邮寄选票何时被统计 这也代表着计票不会同时进行 美联社选举决策编辑奥勒马赫日前表示 今年的中期选举结果若出现 几天时间并不意外 凤凰卫视杨平均李战青 各国相机报道 英国政府最近也很忙 因为英国政府一个关于能源安全的文件 11号遭到了披露 文件警告说 今年的冬季可能会出现能源短缺 导致英国出现长达一周的 全国性严重停电 这一份标有官方敏感的文件 他提到了在合理的最坏情况之下 凉水供应交通通讯都可能面临 长达一周的严重中断 文件也显示英国当局正在秘密的对一项 名为亚罗的停电应急预算案 来进行压力测试 也会计划包括优先为年轻人老年人 还有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凉水以及住所 以俄乌战争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为背景 亚洛计划设想的技术故障类型 包括敌对势力对水下的电缆进行攻击 而根据计划的设想 英国政府准备在面临电力短缺的时候 向居民还有企业定期供电 以满足停电期间大约有六成的需求 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在二号斥责英国 因为政策不力导致非法移民滞留数量上升 而英国政府却把责任归于阿尔巴尼亚移民 英国受非法移民问题困扰 英国新任内政大臣布雷福曼日前便指出 本国被移民入侵 又斥责众多阿尔巴尼亚移民 在英国实施有组织犯罪 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是乘小船 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最大群体 到目前为止 已有12000名阿尔巴尼亚人 在穿越英吉利海峡后抵达英国 而2020年只有50人 不过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二号表示 英国政府由于边境和移民政策的自身问题 导致大批移民滞留 但却把责任挥救于阿尔巴尼亚非法移民数量过多 让阿尔巴尼亚成了替罪羊 拉玛对布雷福曼的言论表示愤怒 并表示这样的言论将助长仇外情绪 对此 英国移民大臣表示 尽管阿尔巴尼亚移民数量众多 但阿尔巴尼亚依旧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他还希望与拉玛保持良好关系 另外 英国肯特郡二号晚爆发移民者抗议示威 示威者聚集在曼斯顿移民中心前 对里面数千名移民当前所处的恶劣环境表示不满 大约50名移民者聚集在曼斯顿移民中心门口 举着横幅以及带有照片的标语 喊着口号表达不满 有人为移民送来玩具等物资 有示威者表示 目前约有4000名移民滞留在移民中心内 中心环境非常恶劣 很多人已经滞留数周 甚至出现多种不适症状 他们还呼吁政府给予移民更好的条件 并担忧他们的未来 据悉 这些移民大多来自阿富汗 乘船到达英国 而当地政府表示 移民中心本只可接收1000多名移民 但目前移民数量过多 他们也正计划将这些移民移送至环境更好的地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间专列 我们再会 再会